釀声 孙大人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竟该挟使朝廷命官 我们手里这把刀 孙大人不会不认 logging官 是锦衣卫睾都应该 大人所言极势 在下就是锦衣卫 好大的胆子 就算你们是锦衣卫的人 可本管所作所为 未出国法 你们敢对老夫如何 孙大人若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为何不光明正大地走大道 反而走这种偏僻的小巷呢 我 怎么 孙大人无话可说了吧 你怀里藏的是什么 让我们也开开眼 放肆 我那朝廷命官 你敢 你放肆 快交出来 你大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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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放肆 把东西还给我 是你的 孙大人这么简单的一包东西 包得这么仔细 好像是吃的 想必孙大人 是要送给什么重要的人物吧 修得无礼 把东西还给我 给我 孙柏宇 我们早已打探清楚 你是为朝廷命官大逆不当 私自带着违禁物品 进攻毒害皇上 还说没有触犯国法 没有 我 我没有 有没有 去跟阎王爷说吧 来 来 什么人 敢阻拦锦衣卫执法 执法 锦衛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近日有本姑娘在你们修相得逞 找死 我看这是活腻了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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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竹云姐 我杀人了 朵汁声 阿弟 东宮姐 阿弟 怎么了 竹 enquffe 我杀人了 没关系 你别怕啊 到 你有没有怎么样 很好 没事 那就还 那就好 竹 fairy 你受伤了 我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我先过去看看那位大人 这位大人您没事吧 多谢大侠相救 本官与大侠素未谋面 大侠却为了救本官 干冒如此风险 还请大侠受本官一拜 莫文不可 大人乃朝廷命官 我乃一介草民 怎能受此大败 再说 京卫向来杀人无数 残害忠良 我又岂能见死不救呢 怎么 您受伤了 要不先遂本官回府 也要找大夫 给恩人疗伤 区区小伤 没什么要紧的 大人 请您自行保重 在下告辞了 恩人好走 告辞 阿弟 没事了吧 没事 好 那我们走吧 大师兄 你在这儿啊 没打扰你吧 当然没有 请坐吧 好 对了 师父和我说 罚你三个月不能用剑 你可千万不能怪他 师父看待我们 就像看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用意的 放心吧 大师兄 不开心的事 我不会放在心上他 不过说起来 我们都很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呀 当年 你的剑法得到师父的真传 纵横天下 独步武林 后来 你又官拜神机营的千护大人 还当上了全清朝野的九千岁的干儿子 何等风光 如今 你又回到折剑山庄 师父依然对你关爱有加 师弟们常说 这折剑山庄庄主的位置 以后肯定会传给你 这么多的好事 都架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你说 我们能不羡慕你呢 可是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 可怜 你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不是吗 你刚才说的 什么神机营的千护大人 还有什么九千岁的干儿子 我都不记得了 要不是任怨老师告诉我 我叫叶红颖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还有 你刚刚说师父 会把庄主的位置传给我 我想都没敢想 大师兄说笑了 这种事情 你有什么不敢想的 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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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在哪儿呢 这儿这儿 干什么你啊 我觉得你投在这边跟我说话比较方便 啊 那我一会怎么办啊 一会我再给你弄回来 那你能不能给他放到中间啊 一会再说吧 你这是怎么了 你得倒霉的师父 他说想试试我的经脉也没有打通 顺便帮他把那个什么破盒子 放到大厅的牌匾后面 结果飞起来了 落不下来了 他不让我撞树 也不让我撞墙 一巴掩把我呼下来了 马壮士 你说的盒子 是什么盒子啊 哎 这事我不能告诉你 我跟你师父说好了 绝对不能跟别人说 再说我这人口风很紧 哎 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 我就够不能说 信 什么信 这个我真不能告诉你 因为上面写的字 我实在不认识 我说你能让他还回那边去 好 我试试啊 好点吗 我怎么觉得还不如刚才了呢 鞋子 老大 外面风大 你进屋弄吧 师父在大厅匾额的后面 藏了一个锦盒 难道 那里面藏了什么秘密 这 процесс 有哪个人 我相亲 你做得到了吗 假的 神儿实际 presses 你脱绑 您欅拒几点 但是 spider 看来人心叵测呀 今后本座更要小心提防了 绑紧点 紧了才能止血 这样送的没用 东京姐 不能再使劲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手脚没劲没中的 再使劲胳膊都快断了 我看这样不行 我们还是去找个医馆看看吧 那可不行 你看咱们身上的这身打扮 万一出去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再说 咱们现在在京城 一切都必须小心谨慎 那你的伤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 一会儿你去药铺 帮我抓些草药就可以了 说我傻 我看你比我更傻 以前 你总是说我 但是 现在你为了救这个当官的 你连胳膊都不要了 你说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值得吗 值得 我相信 他肯定是个好官 你管他是个好官坏官的 咱们当老百姓的 有饭吃 有衣服穿不就行了吗 这天底下的事情啊 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小我爹就告诉我 如果这个世上能多几个好官 那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如果不幸遭遇奸臣当道 那老百姓可就要跟着遭殃了 我爹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遭到奸臣陷害 所以 当我看到那些好官 遭遇麻烦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爹 所以 是个好官你就要去救 对吗 不 我不只要救好官 我还要救所有的老百姓 东京姐 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明白 不 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 爹 爹 你给我做的这只猪蜻蜓 都废不起来了 你教我 陪我玩好吗 单单乖 先自己玩 等爹写完这些字 再给你玩好不好 我不管 我不管 爹我现在就要你 陪我玩 单单不乖了是个 那爹问你 想不想吃大苹果 大苹果 好啊 好啊 那单单想想 如果爹 陪单单玩的话 就不能做生意了 不做生意 咱们哪有钱 给单单买大苹果 那好吧 我自己玩 那爹赶紧做生意 赚好多好多钱 回家 买好多好多大苹果 回去和娘一块吃 咱那这才乖啊 去吧 自己玩吧 嗯 东京姐 实在不行就歇会吧 没事 要不然前面找家医馆 我扶你去看看 走 走 走 啊 雨 louder面 丹丹 为谁 怎么样 小妹妹 丹丹 没事吧 没事 是这位叔叔救了我 多谢 兄弟 你的手 你干什么 想趁机占便宜啊 不不 你误会了 还独树人哪 你知不知道男女 那个那个什么不轻啊 是男女瘦瘦不齐 可是这位相公 莫非 二位是女扮男装 得罪得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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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告诉我们 这附近最近的医馆在哪儿啊 这位姑娘 我们家娘子略通医术 要不然先带这位相公 先带这位姑娘到我家去吧 嗯 嗯 免死铁券 启禀九千岁 李公公吩咐卑职 教会这两面免死铁券 并向九千岁禀报 叶红颖和老贼顾献成的孙子 正在折剑山庄 那他为什么不向京城禀名 为何杀死潘如真的原因 难道他真的起了反叛之心吗 启禀九千岁 叶千护为何不返京城 其中原因 李公公并未告知卑职 传下话去 无论死活 速速把叶红颖送回京城 本座生要见人死要见世 难道他把本座的命令 当座生命返回京城 难道他把本座的命令 当座生命返回京城 难道他把本座的命令 当座生命返回京城 撑成了耳旁风吗 这事悲知也听说了 李公公的确是打算护送大小姐 回京的 可是大小姐却坚持要留在东山县 并表示要协助李公公 生擒叶红颖 找到顾老贼观音的下落 混账 展天云这个老皮肤 不但老谋深算 而且手中还胜有一面 先皇留下来的择死铁券 叶红颖和顾献成的孙子 逃到了折剑山庄 想要将他们生擒活捉 谈何容易 立刻传话丽妃暖 将方宗速速送回京城 娘 你快来 你快来啊 回来了 玉莲 今天蛋蛋有没有淘气啊 娘 你快救救那位大姐姐吧 是啊 玉莲 那位姑娘受了伤 你快给她看看吧 莫竹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轻易惹麻烦吗 怎么还带陌生人回来 我 算了 不想救就算了 我们自己找大夫去 玉莲姐 我们走 二位请等等 玉莲 二位姑娘不是外人 是我们单单的救命恩人 我们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啊 娘 我刚才从树上掉下来 是大姐姐救了我 你就救救她吧 好吧 我们回家再说吧 好吧 大小姐 你不能离开这里 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拦着本小姐 再不让开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大小姐 何苦为难这些下人呢 立刻护送您回京 这可是九千岁的旨意 谁敢违抗啊 没人敢 我敢 我知道我叔叔为什么让我回京 不就是要我进宫吗 我告诉你们 除非我死了 要不然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都给我让开 听到没有 大小姐 您何苦为难在下呢 好 你们不让是不是 你们不让 我就打出去 看你们谁能拦得住我 放手 不许伤害大小姐 怎么办公公 立刻飞鸽传书给九千岁 就说大小姐打伤侍卫逃跑 我们想拦 没拦住 可是长公 要是不把大小姐追回来 只怕九千岁怪罪啊 你们只管照我的话去办就行了 是 魏忠贤年色已经高 这九千岁的麒麟宝座 也该换人做作 如今这魏方宗对魏忠贤 已起了异心 要是运用德大 他将不施为一把 搬到魏忠贤最锋利的武器 嗯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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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嗯 啊 心而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嚎 尽阳高 真美酒 鬼啊 如今 老大 哪有鬼啊 鬼在哪 就在我眼前 你眼前是我 没有鬼啊 就是你 出来吓人干什么不睡觉 吓死我了 我不是故意吓您的 仁月老师告诉我叫我多读书 才能做个有用的人 他叫我这首桂枝儿 我怕忘了 所以出来复习复习 耽误我多点事 你知不知道 老大 那儿有一个人 那儿 那儿哪儿 那儿 跟我跑过去 没 没 会跟你啊 不会 我不会看错 我跟上去看看 你 通知师父啊 好好好 这个变岸后面 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这个变岸后面 哎 你想干什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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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来啊 抓住他 我来啊 抓住他 我来啊 你快跑 你快跑 快跑 你快跑 快跑 快跑 可恶 我非要看清楚 他长什么样子 二师弟 二师兄 啊 要背 要背 怎么看见你啊 啊 马壮士 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啊 婴儿 啊 在 告诉所有的师兄弟 明天早上在大厅等我 我有话给大家说 是 师父 来 伤口不是已经爆炸好了吗 怎么还在发烧呢 放心吧 姑娘 虽然我家娘子只是略懂医术 不过治疗这皮外伤 绝对比从市集里请来的大夫 要强得多 大姐姐 你就放心吧 我们村子里的人 不管是扭了脚脖子 还是给狗咬了 都是来找我娘医的 可是她的烧怎么退不了呢 这位姑娘不会有事的 我就给她煎铁草药 补补原器 很快她就会醒的 我知道 你们是不是 所有的人都想知道 藏在牌匾后面那个锦盒里面 是什么东西 其实 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神秘 锦盒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秘密 只是一封简单的文书 既然是这样 爹 那您就把信里的内容告诉大家 省得大家在这猜来猜去的 本来我打算等时机成熟了 再告诉你们这个事情 可是昨晚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也不打算再有什么隐瞒了 这阵子 我发现我真的老了 我想把折剑山庄庄主的位子 传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人 这个人选的名字 已经清清楚楚写在那份文书上了 师父一定准备把庄主的位置传给大师兄 你们不用猜了 也不用跟我暗示什么 人选我已经定了 我打算下个月在我六十大寿的时候 当众向大家公开 这件事情你们早晚会知道 只是在这段日子里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私自打开锦盒 偷看里面的内容 还有 就算我心中的人选传给某一位 但我还是会观察 如果这个人选不合适当这个庄主 我会立刻撤换人选 师父的意思是 庄主的人选会随时撤换 那到底谁才能问问做上庄主人 好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你们都回去吧 是 师父 药北 你留下 师父 你不想当我 你来一个派的 你不想当我 你把派的西人都担心 你吃的 不吃的 我吃的 你吃的 他吃的 这件山庄庄主的位置 一样不会给你 希望你记住为师的每一句话 大师兄 你以后别再惹爹生气了 你也知道爹的脾气 你要是再犯错 他也许真的会 他一定会把位置传给大师兄的 其实 说不说都一样 你心里 我心里 大家心里都是一样的 师父一定会把位置传给大师兄的 我做得再好又能怎么样 因为师父的心里 只有大师兄叶弘阳 根本没有我将要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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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把卫延青给朕叫来 让他看看朕的这把太师仪做得如何 遵旨 终架 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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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刺客拿下 不许离我岳口 勿筹 卫燎 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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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跑 走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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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了啊 姑娘 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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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没有 我没想什么 还说没有 那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 莫竹 你别瞎猜 我没有瞎猜 我看得出来 自从我和丹丹 把那两位姑娘带回来 你就好像变得心事重重 我没有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真的没有 你我 做父亲已经快十年了 我什么时候 有事瞒过你 可是 可是这十年来我觉得 我真的很不了解你 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娘家在哪儿 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莫竹 只要你真心待我 就别管我从哪儿来 好吗 我只要你知道 我对你 对丹丹 都是一心一意的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你 伤害丹丹 伤害我们的家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今天 你救回来的那个女的 来路不明 我有种不小的预感 我担心 我们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 就快要到头了 就快要到头了 这怎么会呢 两位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而且她们还救了丹丹 人心隔肚皮 总之是不是坏人 不是用眼睛就能看得见的 总之 只要那姑娘一醒来 她们就必须马上离开 可是雨莲 她的伤 要见好了 我给那姑娘送我去 我不甘心 叔叔为了自己的权势 竟然可以把我一生的幸福 给牺牲了 我绝不入宫 当什么妃子 我心里 只有红颖哥哥 对 我这就去折剑山庄 找红颖哥哥我个青丑 我要他亲口告诉我 他爱的人是我 他爱的人是我 小姑娘 这么晚了一个人去哪儿啊 你管不着 让开 你气还挺大呀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 要不要让我们哥儿 来好好陪陪陪你啊 我希望你们陪 你再不让开 不要你们好看 哎呦 好看 好啊 那你尽管过来啊 尽管来啊 放开我 我求你们放开我 住手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放开我 哪儿来的臭小子 敢管大爷的钱事 我看你是活腻了 上 上 不 你 啊 卫姑娘 你没事吧 卫姑娘 你没事吧 红颖哥哥 真的是你啊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卫姑娘 你认错人了 我没有认错 红颖哥哥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怎么会认错你呢 你不要赶我走 让我跟你在一起 卫姑娘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不懂 为什么你总是要躲着我 不懂她一个九千岁的亲侄女 好歹也是一个大家闺秀 跟我在一起 无论是功名利路 还是荣芳福贵 都只是唾手可得的 你为什么不爱我 为什么不要我 她说得没错 她贵为九千岁的亲侄女 谁要是得到了她 那所有的荣华富贵功名利路 都变得唾手可得了 红颖哥哥 我好不容易再找到了你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绝不让你再离开我 红颖哥哥 拉来 红颖姑娘 你没事吧 红颖姑娘 你醒醒 我不愿意做我 不愿意做我 未可可 不愿意做我 她把我当成了一虹影 也许 这是我翻身的机会 竟然如此 我不如交错就错 大姐姐 你看 我爹给我买的花漂亮吗 漂亮 那我把花送给大姐姐 我帮大姐姐把花带上 不 这花带在丹丹头上 一定会更漂亮的 那大姐姐帮我带上 好 来 过来 快放下 你们要对我女儿做什么 娘 你怎么了 你干吗呀 我们也没做什么 只是抱一下 又没想把她抢走 娘子 怎么回事啊 我说过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你 伤害丹丹 伤害我们的家 这怎么会呢 二位姑娘是我们 丹丹的救命恩人 怎么会伤害我们 够了 不用再多说了 几日这位姑娘已经醒了 请二位赶紧离开吧 雨蕾 雨蕾 二位姑娘 真是抱歉 我娘子平时不是这样的 方才若有得罪之处 我林某竹就带娘子 给二位姑娘赔罪了 不必多礼 护死心切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请二位放心 我娘子 绝不是不同情达理的人 所以二位 尽管在寒舍住下 等这位姑娘的伤势痊愈了 再上都不知 是不像吗 我和妹妹还有要事在身 也就不好在这里多做打扰呢 刁阳北 你个畜生 趁人之威惠我清白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受死吧 薇姑娘 薇姑娘 你听我说 我知道是我不对 我知道是我不好 是我错了 如果我的死能让你解心头之恨的话 那你动手吧 那你动手吧 别以为你摆出哀求的姿态 我就会对你心慈手软 我没期望你能心慈手软 只是在我死之前 我想让你知道 叶红颖给不了你的 我能给你 你能给我什么 我全部的爱 谁稀罕你的爱 我知道 在你心里只有我大师兄叶红颖 你当然不会稀罕我的爱 我一定会在你身上 因为我希望你能给你 我应该把众局就明白 所以我才能够 任何人家理解 我应该跟我们俩想 在你小时 我做了 我应该被你 操得那 labor 我应该让你 你 不想我 Work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饶得了你吗 空口说胡话 死到临头你还糊弄我 我现在就要你死 我答应你 替你杀了一红影 谢你心头之恨 什么 你真的敢答应 你不怕你师父战天云 怕 我当然怕 可就算我再怕 我也会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 只要你能原谅我所犯下的错 只要你能每天开开心心的 我答应你 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别说杀一个叶红莹 就算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我粉身碎骨 也一样为你做到 好 我就相信你说的话 只要你真心待我 事成之后 我定会向叔叔说清楚我们的事情 到时候 绝不会亏待你的 多谢姑娘 不过 要想办成这件事情 还请魏姑娘答应摇北一件事 答应你什么 什么 你要我认命将摇北为锦衣卫 没错 不错 绿公公 你堂堂一个东厂司礼监总管 任命一名锦衣卫千户的权利 应该还是有的吧 不错 大小姐 这件事情 我的确可以奏请九千岁 恩准此事 不过 这样不明不白地 让一个外人出任锦衣卫千户一职 只怕这件事情 须当面给九千岁说个缘由 要不这样吧 大小姐随我一同返回京城 亲自给九千岁一个说法 立公公 你用不着跟我耍心眼 你说 要当面给我叔叔一个交代是假 你怕得罪了叔叔 想骗我回京城 让我叔叔逼我入宫为妃 才是真的吧 大小姐冤枉飞暖了 是不是冤枉你 你心里最清楚 不过 我还是可以答应你 随时和你回京 此话当真 大小姐准备何事动身 你先别着急 听我把话说完 我可以答应你和你回京 不过 你必须先命她为锦衣卫千户 大小姐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李公公 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你有这个权利 而且我也希望你想清楚 只要你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可以随你回京 俗话说得好 礼尚往来 这很公平 不是吗 可这 这 李公公 如果我坚持不回京 我叔叔的脾气 你是最清楚的 他老人家能饶了你一时 能放过你一世吗 对对对 大小姐说得是啊 识时误者为俊杰 李公公 这件事情 你就看着办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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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